妈妈 哥哥坏 他抢我的薯片 不给我去 我没有抢 我是 薯片就是给你抢走了 小小迪 你怎么还抢妹妹的零食呢 快还给妹妹 好吧 给你 妹妹 你怎么一直走来走去 晃得我头都晕了 因为我觉得很生气 是谁惹你生气啊 是小小赛 我不想和他做好朋友了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昨天在幼儿园吃午餐的时候 我吃完了 哈哈 小小泰 你酱油都沾脸上了 就像一只小花猫 哼 这样子你就生气了 今天生日聚会上 小小迪和小小蜜 不仅懂事还有礼貌 而且还谦让大方 小格力瞧你 可要跟小小迪哥哥 和小小蜜姐姐学习啊 我知道了 妈妈 小小泰 赶紧起床了 奶奶 你帮我起来 奶奶 你帮我穿衣服 奶奶 你帮我洗脸 奶奶 你为我吃饭 妈 你去休息一下 你已经六岁了 自己也已经会吃饭了 为什么你平时都会的事情 就一定要奶奶帮你做呢 你就仗着奶奶一直惯着你 你知不知道 奶奶现在年纪大了 又要帮你 又要帮你穿衣服 她有多累吗 刚刚帮你的时候 腰还扭了一下 现在腰还是痛的呢 对不起 爸爸 是我太懒了 我以后自己的事情 一定自己做 妈妈 哥哥话 把小小蜜的蛋糕弄掉了 我不给她吃了 小小蜜自己吃 小小蜜 掉在地上的蛋糕 可不能再吃了 阳台的地上 有很多灰尘和细菌 还可能有蟑螂和虫子爬过 这太可怕了 小小蜜不吃了 妈妈 今天的菜我不喜欢吃 我不吃了 不行 你现在正在长身体 不可以挑食 不然可能会因为营养摄入不均衡 导致发育不良 长不高 妈妈 今天的菜 小小蜜也不喜欢吃 不吃了 你看小小蜜现在都在学你 你不吃 她也不吃了 你希望自己妹妹长不高吗 不希望 不希望 哥哥吃饭 妹妹也要吃饭 妹妹真乖